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朋友能接受 有些朋友不太接受 以色列人 犹太人 为什么可以彼此信任 过去的几千年 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 没有一个正体 48年二次大战之后 他成为了正体 聚集在他们内心中信仰的神的地方 他们有自己的对神的 非常纯净 简单 直接 毫不怀疑的信仰 而对垒的 指出来的 却是共产党的 用无神论的 直接对神的侮辱 说那叫封建迷信 只信自己 人是高级的侯 出现了本质的差距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人人认为自己应该是有能力 拥有自己的一切 在拥有自己一切的过程中 秉承的是 圣者王侯败者寇 阎王爷整小鬼 输的一会儿是一会儿 那今天的反腐的一切 只是跟大家分享 希望有一天 重新回归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对自己的尊重 对别人尊重 对灵魂的尊重 对整个我们不同空间的 自己的生命的 整体的尊重 当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一切的一切将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不会乱的 中国人的智慧 超越于很多的其他的民族 因为他的来处高 他的来处好 中国人有自己非常骄傲的历史的文化 这历史的文化 是我们自己在轮回转世中创造的 是我们现在的 我们自己的人的骄傲 当你拥有这一份生命的认识 和骄傲的时候 那国家能乱吗 乱的是共产党 乱的是高级动物 BBC有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前天津市市长戴向龙 被中纪委调查 但这是个传言 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中纪委还没有证实 戴向龙也是曾经的中央央行行长 这个消息是来自于美国的彭博通讯社 他说引述了不具名知情人报道 中纪委对戴向龙的调查 主要是针对他在中央央行任行长 天津市市长和全国社保基金会董事长期间 是否利用他的影响力或掌控的内部消息 为亲属谋取利益 这事就不能说了 我们就只能看着了 他说调查戴向龙家族的决定是根据马建的调查而做出的 大家要知道马建是这个国安部的副部长 他是替曾庆红干活的 他在国安部干了40年 替曾庆红干活的 专门录那些大官的在床上的故事和家里赚钱的故事 那而录人家赚钱的故事和家里男人上女人上床的故事呢 可能都是曾庆红另外的马仔替他们赚钱 替他们找女人 哎 两头鬼 就是曾庆红坏啊 两头鬼 替人家找完钱 替人家找完女人 然后挺高兴 那人家不高兴 能信你吗 就信他的 就上了床了 然后马建这会儿就干了他的活儿了 用国家的机器国家的资源 好 大国崛起老先进了 那机器都老先进了 与时俱进 哗就给录下了 你说那 那我说骂 骂曾庆红是驴 我跟你说都都抬举他 把驴给糟蹋了 真的那是那是非常龌龊邪恶的事情 专拉手 专坑朋友 专吃这个自己身边的人 拿别人的信任 变成了自己窃取利益 和掐死别人的手段 那可能很多有 这个文章下面写的挺长了 我觉得他问题就是还没有得到证实 对吧 他只是彭博通讯社拿出来了 所以他影响就比较大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 可能有人会说 戴相龙是文家宝的人 是谁人 这人那人那人这人 我自己的看法 今天反腐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的了 第一 第二 就像我们说 王岐山讲 说了自己退休 到时候就退休 那如果退休之前 共产党不完蛋 过去时间里被杀掉的这么多人 被干掉的这么多人 都是一家一成家成家的 大家想想 仅仅副部长级 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 今天99个 戴相龙会不会是那第一百个 不知道 有人说会是郭伯雄 一百个家庭 妻儿老小 亲朋好友 都被干掉了 就这一百个省部级高官 明天反过来 和国活个手来 你说得把王岐山吃成什么样 朝雪平反 这是党里的词 你以为不可能了 对不对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东西都是生命的过程 这是没错的 对不对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要跟大家说 为什么说 共产党会死在 王岐山退休之前 他必须解决这件事情 2012年开启的 就是保命的年代 我跟你说 退党退团 也是保命的年代 完了 全完了 全完了 今天就是 谁会懂得尊重自己 做人的灵魂 和做人的尊严 拒绝魔鬼 就这么点事 戴相农被揭示出来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他只能反映 当朝的年代里 在江泽民的年代里 能够做了官的人 谁要不挣钱 他就做不了官 因为这是大国崛起的动力 欲望 是这大国崛起的原动力 所以我当初就叫 那叫大屁股崛起 他的原动力在于 淫荡 欲望 放纵 胡来 因为他是动物 高级的还是 所以这就是 让人们 让我们看到 你不用看说 戴相龙下来了 温家宝会不会下来 谁会下来 谁下来 跟你真正的关系 就是你要恢复 自己的尊严 要懂得共产党死定了 我说共产党死定了 我也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活摘器官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一定是最终最终 给共产党送终的 整个一个大包 那黄杰夫在我的眼睛里 他已经成为了 就像污点证人一样 就像挤牙膏一样 有人给他写了个剧本 你照着这么说 他就说 别说了 别说了 再说 再说的 别说了 又不说了 再说 所以他找谁说呢 凤凰卫视 他几次都是找到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是干嘛的 出国转内销 出口转内销 都是自个干的活 假 假的海外媒体 但是呢 他包装 按照香港媒体去包装 所以让黄杰夫 跟凤凰卫视眼双黄 提到的活摘器官的事 那今天呢 同一时间 这件事情 在世界各大媒体 在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 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日电讯的报道 人体收割 曝光中国器官贩卖 令人震惊的纪录片 同一天的报道 来自于澳洲新闻网 中国的另一大业务 摘取囚犯器官 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美国之音 美国的 美日电讯 英国的 澳洲新闻网 澳大利亚的 所以我一直劝大家 今天是尊重自己做人的年代 拒绝共产党 拒绝这吃人的魔鬼 这是真实的 这完完全全是真实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在这期节目里 只跟大家分享 美国之音的说法 美国之音的报道 直接讲 一部新的纪录片 人体摘取 中国的非法器官交易 揭露中国 每年非法人体器官交易额 高达十亿美元 纪录片里面讲 中国每年有一万例器官移植 但其中只有很少部分 是透过正当渠道 文章讲的是 加拿大华人李云祥 拍制的影片 影片中讲 一个武警说 亲眼目睹了一名女性 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被摘取器官 这个事情 在我的节目当中曾经播过 那是一个 而那个女性 是个年轻的 三十多岁的女老师 她是在遭受了 他们那些人的性侵之后 然后被活摘器官 文章提到说 在2010年以前 中国没有正式的人体捐献机制 死刑犯的数量 根本无法满足 中国巨大的人体器官需求 法轮功学员 劳教囚犯 社会流氓等 都可能成为非法器官 移植的受害者 这里再次引用了黄杰夫 三月份 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 黄杰夫明确讲 周永康的落马 打破了这个利益链 黄杰夫曾经在英国 著名的医学杂志 《柳约刀》上发表文章说 在中国 65%的器官来于死者 其中超过90%来于死丘 那死丘死多少 你给个数 这个数呢 据说他说是周永康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数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我再跟大家说一句 在4月8号这天 美国 澳洲 和英国的每日电讯 在同一天提到了有关中国 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面 一个巨大的行业 摘人的器官贩卖 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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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